大家好,欢迎来到威亚漫画频道 喜欢本频道的视频,请点赞收藏 现在故事开始 高考录取下来了,哥哥上了清华 爸妈每年都给哥哥大把的学费做科研 甚至要求我辍学,供哥哥深造 但只有我知道,哥哥压根末考上清华 他连最差的大专都考不上 前世,我戳破了他的谎言 哥哥反手把我杀了,爸妈帮忙埋尸 这一世,我冷眼看着哥哥假装在清华念书 实则在赌博和网贷 谁知爸爸竟然甩了哥哥一巴掌 逆子,你别装了 等等,前世可没这一出啊 我重生回了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 哥哥李光中刚把高考成绩节图发上了家族群 向所有的亲戚炫耀他的高考成绩 他说自己考了700分 清华北大随便挑 家族群里一片喜气洋洋 纷纷说 不愧是咱们老李家这一辈唯一的男丁啊 要说念书还是男孩子有天赋啊 对了,李晴的成绩出来了吗 他成绩不是一项很好的吗 有好事的亲戚在群里爱特了我 我有些恍惚 一瞬间都想起来了 上一世 哥哥顶着清华的名头出尽了风头 四年来 他都每每以科研和学费为名 伸手向爸妈要钱 一开始是两千五千 到后来是一万五万 爸妈有些疑惑 但他们文化水准不高 又听哥哥振振有词地说 学校经费紧张 有组员嫉妒我的天赋 陷害我拿不到经费 等我科研成果出来 以后工作也好找了 爸 妈 你们也不想唯一的儿子被人瞧不起吧 于是 老两口更是心甘情愿地掏空存款 支持哥哥上学 因为数额巨大 他们就断了我的生活费 甚至要求我辍学去打工 供哥哥上学 我意外发现了哥哥的谎言 在对峙时 他恼羞成怒拿起西瓜刀 就捅死了我 客厅的监控拍到了全过程 妈妈第一时间把录影删除了 爸爸则开车 把我扔到了荒郊野岭 这就是我血脉相连的家人 李晴 你舅舅群里问你话呢 你哥这发什么呆呢 妈妈的大嗓门 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 别是考太差了 不好意思说吧 哥哥李光中若有所指的说道 我就说女孩子心态不行 平时考得好有什么用 不像光中 大事而稳得住 爸爸面色沉沉 当即拍板 考不好就出去打工补贴家里 女孩子读内膜多书 有什么用 我有些好笑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们怎么就那膜 肯定我考不好呢 你考得再好 能有光中的七百分高 这可是清华北大随便挑啊 我面露微笑 自然是比不上哥哥了 对了 怎么莫现清华北大招生办打电话呢 该来抢人了吧 李光中得意洋洋的脸一瞬间僵住了 他强撑着道 清华早就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已经确认去清华了 妈妈一拍大腿 懊恼道 光中啊 你年纪小不懂 我听说啊 清华北大抢人可凶了 清华给你开了什么条件 你把电话给妈 妈可得帮你好好谈一谈 李光中一读 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 就在这时 家里的坐机响了 肯定是清华打电话来了 妈妈抢先接起了电话 并按下了免提 你好 请问是李家吗 我们是北大招生组的 是是是 可惜啊 我家儿子已经答应去清华了 不过 要是你们每年给我们儿子全额奖学金 也不是不能考虑 电话对面顿了一顿 请问 您家儿子是叫李晴吗 全家瞬间安静了 李晴是文科生 我们北大的人文底蕴深厚 以李晴的成绩所有专业随便他挑 在读期间 我们时速全勉 在确认莫打错电话后 电话那段的招生老师 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 我妈不死心地问了一句 那 那我家光中呢 李光中 对面传来纸张翻阅的声音 抱歉 李妈妈 李光中没有在我们的名单里面 爸爸和妈妈对视一眼 正要说话 却被我抢先拿过了话筒 取消了免提 老师您好 我是李晴 我汇报考归校的 感谢您的来电 只是这边还有点家事要处理 就先不打扰您了 说完 他第一声我就把电话挂了 哎呀 你这死丫头怎么回事 怎么就敢把北大的电话挂了 我们还没问清楚光中的事呢 我妈过来就要拧我耳朵 我躲开了 人家都说了 名单上没有 既然哥哥说清华录取了 那就安心等清华就好了 上一世 我妈和北大招生组胡搅蛮缠 非得让他们在名单找我哥的名字 甚至和招生组吵起架来 到最后 北大气得险些把所有福利都给我取消了 但这次 我不会再让他们挡我的路了 我家光中可是七百分呢 怎么会不在北大的名单呢 妈妈有些纳闷 行了 妈你别问了 反正清华会录取我的 还在乎一个北大吗 李光中假装不耐烦地说道 是是是 光中说得对 咱们就等清华的录取通知书了 两个月后 爸妈不惜拿出了多年的积蓄 给李光中办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升学宴 热烈庆祝李家地某某 世孙李光中 被清华大学录取的横幅高高悬挂 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得不停 所有亲戚 邻居街放齐聚一堂 纷纷过来给我家道贺 但也有亲戚疑惑 李情那丫头不也考上北大了吗 清华北大 可都是国内顶级学府啊 怎么也没见过个横幅 我妈脸色一变 淡淡道 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福伯 接不住这摩大福气 于是有亲戚也附和道 女孩子读这摩多书有什么用 到最后还不是别人家的 是了 因为我和哥哥是双胞胎 我妈生哥哥的时候很顺利 生我的时候却难产了 导致我妈一直很厌恶我 从小到大 我学习成绩好 李光中学习成绩差 他说是因为我在胎里的时候 抢了哥哥的营养 我和哥哥因为玩具的事情吵架 他说是我欠了哥哥的 该让着哥哥 小学的时候 我在学校被男孩子捉弄 回家告诉我妈 我妈一巴掌护我脸上 眼神厌恶 大家都是女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次升学宴 我明明考上了北大 却只分得到一个角落的位置 因为我妈跑抢了哥哥 考上清华的福气 在旁喝了两杯白酒的舅舅 眼神浑浊 呼着酒气道 要我说啊 论起学习 还得是男孩子 光中啊 学习有后劲 舅舅家是做生意的 常在全国各地跑 见识多 在家说一不二 他一发话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 听他高谈阔论 咱们光中打小就聪明 就是不肯好好学 男孩子嘛 墨定性 贪玩 你们别看理情从小成记好 但学文的顶什么用 出来社会 还得是数理化挣钱 但是女孩子嘛 她学乌化生不开窍啊 现在学文能考上北大 也算她运气好了 要我说啊 有时候人生就像龟兔赛跑 虽然咱们光中起步慢 但脑袋瓜子灵光 这不 就高考前复习了三个月 就考了七百分了 他贪玩 但关键时刻不含糊啊 做人呢 有时就得既有实力 又要有运气 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赢得满唐青七贺彩 我在一旁也跟着笑出了声 男孩子嘛 学习有后劲 可谁又知道 被全家族寄予厚望的李光中 高考分数只有二百三十五呢 这分数 连最差的大专都上不了 哎 舅舅 我就这点黑历史 全让您给都走出来了 李光中 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来 光中 这是你表弟 明年也要升高三了 你给大伙分享一下你的学习方法呗 于是 李光中就在饭桌上大谈自己的学习方法 有人甚至掏出了纸笔来记录 哎 有时候真的觉得学得很辛苦 但想到我爸妈就又坚持下去了 谈完学习方法 李光中又大谈自己学习的刻苦 甚至掉了几滴眼泪 爸妈也跟着抹了抹眼睛 前世 我看不惯李光中的作秀 也不相信他所谓的学习方法 可以让他三个月考到七百分 当众对了他 谁知便被我爸妈怒骂着赶了出去 升学宴 与考上北大的我无关 满桌的美味佳肴 我一口都没吃上 可是我们老师说过 抄题这种效率低的事情 能不做就不做呀 我抬眼看去 说话的是即将高三的表弟 他看起来有些迟疑 李光中一僵 似是想到了什么 又淡定地开口 你们老师也是清华毕业的吗 听说你是读文科的 现在还是读理科有前途啊 再说了 你一个男孩子读什么文 你们班里有人叫你娘娘腔吗 有的话告诉哥 哥帮你出头 说着说着 李光中瞥了我一眼 若有所指 现在呀 坟领出来的一个月也就四五千 读理科出来的随随便便一个月就上万了 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娘娘腔 表哥你是第一个 表弟气得满脸长红 握紧了拳头 就要上前和李光中理论 但却先被他父母拉走了 我听到他们小声说 你和你表哥强什么 你也能考上清华吗 我们以后可都得看他家脸色了 这段小插曲很快消散 大家重新又举杯吃吃喝喝 于是又有人起哄 把光中和李晴的录取通知书都拿出来给大伙看看呗 也让大家都沾沾喜气 前世 我也很想证明我自己 所以我乖乖拿出了我的录取通知书 谁知道被李光中不小心泼了一杯的酒 又不小心把湿透了的录取通知书撕成了碎片 大家的关注点都在撕破的通知书还能不能顺利入学 自然没有人认真去看李光中的录取通知书 李光中大大松了一口气 毕竟 他的录取通知书可是花了三千块 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呢 谁知道有没有什么错漏的地方呢 我露出了乖巧的笑容 谦让道 哥哥说的对 李科出来的才有前途 我可是学文的 大家还是看清华的录取通知书吧 于是大家又起哄李光中拿出他的录取通知书 李光中只好拿了出来 嘴里还一直嘟囊 小心点啊 弄脏了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入学的呀 亲戚们拿过了李光中的录取通知书细细端详 突然 有眼间的亲戚 指着通知书的一处大声嚷嚷道 唉 这里怎么不对呢 李光中的身体瞬间僵住 顺着亲戚的手指看过去 录取通知书的编号上 有个极为刺眼的黑点 盖住了一部分的数字 这清华 录取通知书的印刷也这么粗糙呢 有亲戚迟疑着开口 估计就是印刷出问题了 你看这纸质 这大大的印章 还能有假的不成 亲戚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李光中摸了摸鼻子 很是不好意思的样子 唉 我收到通知书之后 随手就放桌子上了 前两天提前预习大学课程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笔 墨水露出来了 听了李光中的解释 大家信以为真 又是感叹李光中这抹勤奋 不愧是清华学子 又是关心录取通知书 有图改会不会影响入学 众星捧月的李光中 韩孝依依为大家解答 站在一旁的爸妈挺直的胸膛 一副雨有熔烟的样子 我坐在不起眼的角落 大快朵衣 其实我很早就发现 拉封录取通知书的漏洞了 只是就这磨揭穿的话 接下来的好戏该 怎么看呢 我摸了摸肚子 前是那把西瓜刀 跟切菜一样 轻而易举就捅了进去 可真疼啊 其实 我搁捅了我那一刀后 我并没有当场死亡 我爸抬着我去荒山的时候 本因失血过多 而陷入昏迷的我 突然醒了过来 我抓住了爸爸的袖子 哀求 爸爸 我疼 救救我 爸爸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轻轻地甩开了我的手 李晴 就当是还给你哥哥的吧 你哥前途光明 他不能有暗底 我只是失去了生命而已 他可是 失去了他的前途啊 狗屁前途 升学宴过后 爸妈提出了要送李光中去清华入学 妈妈兴奋地搓了搓手 妈这辈子还没去过北京呢 爸爸也露出了期待的眼神 这些日子以来 李光要编造谎言的技术 已经炉火纯青了 他眉头紧锁 不耐烦地说 我已经成年了 只是入学这么简单的事情 还要爸爸妈妈陪着来 当时同学看到 还以为我是没断奶的巨婴呢 那 那爸妈不进去行不行 咱们一家子 就在校门口钱和个影 不用了妈 咱们这磨多人的机票得多少钱啊 再说了 北京物价可高了 清华附近的酒店 一晚上要一签呢 爸妈都是普通的工人 省吃俭用了一辈子 一听这价格就吓了一跳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 我添了一把火 末世的 咱们可以提早一天坐火车去 睡觉第二天早上就到了 比机票便宜多了 办完手续就回来 不住宿也行的 爸妈有些异动 作为一家之主的爸爸 咬咬牙说 末世 那咱们就 你们要赔 就赔李晴去 反正我可不想被同学说巨婴 李光中赌气得起身 喷的一声 甩上房门 宝贝儿子不愿意 要他们花这磨多钱 陪女儿去办手续 爸妈自然是不肯的 一切都如前世般发展 我在静静地等待 毕竟 这时候的李光中 可还没有染上赌博的恶习啊 这模块揭穿 就不好玩了 我顺利进入了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 学习金融 学习之余 我利用前世的资讯 用自己的小金库 提前买了不久后会大涨的股票 慢慢积攒自己的财富 又找了私家侦探 让他给我盯着李光中的动向 定时给我发照片 看了私家侦探发来的照片 我才知道 这时候的李光中在北京郊区租了小房子 天天就是泡网吧 打游戏和抽烟 偶尔会穿戴整齐 跑去清华的大门拍张照 从社交软体到些突发在家族群 配文 在清华的日子也要好好学习 底下是亲戚们一溜的点赞 我看完了照片 吩咐私家侦探继续盯着 又埋头在繁重的课业中 毕竟重来一世 复仇以外 我也要活出自己的精彩 就在我在学业 部门活动中忙得天昏地暗时 我妈突然给我打了电话 李晴 你已经成年了 以后我们不会再给你生活费了 有空你就去兼职 每个月给家里三千块钱 这些年养你可花了不少钱 要是给不了的话 你干脆别读了 反正读出来也就四千块钱 不如早点去打工 对了 你们北大女生多 得空的介绍积个给你哥 要好看的 个子高的独生女 最好是北京户口的 我差点笑出了声 请问李光中是登基了吗 哪来那么大脸 搁着挑挑拣拣呢 李光中也成年了吧 他每个月给家里多少钱啊 好歹清华学子呢 出去随随便便做兼职 不都上万了 怎么 你们的好儿子 一分钱都没给过你们吗 不好意思啊妈妈 抚养我成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这钱我是一分都不会给 你们去问李光中要吧 我妈在电话里对着我一通臭骂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神清气爽 前世 我真的听了我妈的话 一天打三份工 去凑钱给家里 自己身体熬坏了 记点也掉了不少 结果 我转回去的学汉钱 一眨眼就转到了李光中那里 成为了他的赌注 一分钟不用就输了个精光 这次 我可不会再任由这群所谓的亲人 在我身上吸血了 我打开了四家侦探发给我的照片 照片里的李光中 穿着潦草 头发凌乱 死死盯着刚输出去的筹码 眼底一片心红 就是不知道 家里的积蓄 还能让他输多久呢 从我这要不到钱的妈妈 为了满足李光中的欲望 只好每天下班之后 和爸爸一起 又去打了积分零工 在宿舍楼下 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时 我眼皮一跳 正要转身 我妈已经眼尖地发现了我 她冲过来抓着我的手 扑通一声 就给我跪下了 我的好女儿哦 求求你给条活路 妈妈走吧 我和你爸都快六十岁的人了 天天打三份工 累得要死要活 就为了供你上学啊 妈让你去做家教 也是为你好啊 咱家条件莫别人好 你就是不肯屈尊 做一下兼职补贴家里 这是要逼死妈呀 不愧是我妈 三两句话 就把我说成了一个 只知道吸血又虚荣的白眼狼 我爸在一旁戳着烟 就要拉我妈起来 你这像什么样子 孩子不要面子的 实在不行 我就把家里唯一一套房子卖了 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眼见周围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 我妈更是越好越大声 一直喊着活不下去了 我也扑通一声跪下了 眼泪说来就来 我的好妈妈呀 不是我不肯每个月给家里三千块钱啊 是因为我每个月要负担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 已经很难了呀 我现在每天都睡不住绝呀 我恨啊 我就应该听妈妈的话 辍学去打工啊 我比不上我哥哥呀 毕竟哥哥考上了清华呀 他还加入了教授的专案组 前途无量啊 所以每个月问家里拿五万当科研经费 也是应该的呀 围观群众轰的一声炸了 这头问女儿每个月要钱 那头一个月给儿子五万块 到底谁是吸血鬼呀 我男朋友也在清华 莫听说科研经费都要自己掏的呀 懂了 不仅不给女儿生活费 还要女儿给家里钱 因为家里钱全给儿子了呀 女儿是草儿子是宝 北大是草清华是宝贝 这位人兄拉仇恨的话一出 顿时引起了全场的分开 这事情怎么不照自己想的发展啊 我妈一看 有些慌了 只好继续拉着我刚好 我爸一听 觉得丢脸 这回是真想拉我妈起来了 谁知我妈正哭得起劲 狠狠甩开了我爸的手 我爸一下子莫站稳 后脑勺重重磕在了地上 救护车 我爸昏迷不行 医生说检查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不知道为何 迟迟没有醒来 需要家属陪护 我妈还在怪我 绝口不提他甩我爸的那一下 你要是早早听我们话 你爸还会出事吗 李光中匆匆赶来医院的时候 我妈几乎认不出他 眼窝深陷 眼睛不满泄丝 面颊消瘦 皮肤紧贴着骨骼 似乎一阵风就能吹跑了 李光中跟我妈说 自己是在赶实验进度 一家之主倒了 看到李光中 我妈才四找到了主心骨 他小心翼翼地 跟李光中打着商量 光中啊 你看能不能跟学校 要点之前的科研费用回来 家里的钱都花光了 你爸又住院了 这 李光中眉头紧锁 不耐烦地解释 做实验就是费钱 之前的费用都花了 他下意识点了一根烟 看到我妈震惊的目光时 又择了一声 掐灭了 医药费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 他沉声应下 我妈顿时觉得有依靠了 又瞥了我一眼 关键时候 还是儿子靠得住啊 不像某只白眼狼 我面无表情地画着手机 看到斯嘉侦探给我发的文档 里面一页页都是 李光中的网贷记录 李光中的手机响了 他看都默看就挂掉了 他反复在走廊躲步 整个人都散发着 一种焦躁的气息 我在通讯录 找到了一个黑色的头像 发了一句 不用动手了 他自己就会玩死自己的 钱我会照给的 一周后 我爸醒了 一醒来 他就要求我们送他回家 除此之外 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偶尔会将探究的眼神 放在我身上 一路上保持着低气压 我们到家了 进门以后 我爸先是收好了 客厅的西瓜刀 随后啪地一声 狠狠甩了一巴掌 在李光中的脸上 我愣住了 前世可没这出啊 李光中也惊愕地 摸着脸上的巴掌印 我妈一下子炸了 你这老不死的 你打你儿子干嘛 你这次医药费 还是你儿子给的 我爸莫里我妈 只是盯着李光中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问 你到底有没有考上清华 李光中呆呆站在原地 眼神闪躲 爸你怎么了 录取通知书 你不都看过了吗 这还有假的吗 还嘴硬是吧 我看你嘴里是墨具实话了 我爸随手拿起鸡毛胆子 就要抽他 李光中一边躲一边喊冤 我爸喘着气 指着李光中 拿出手机就要打电话 行 你不说是吧 你的班主任 你的同学 我一个一个问 我看你到底考了多少分 这下子 李光中就慌了 这电话要真打了 他可真的丢脸丢大了 于是他哭着承认 对 我没考上清华 这下你满意了吧 我妈看得一棱一棱的 这 这到底咋回事啊 李光中声泪俱下地控诉 从小你们 就爱拿我和李琴比 说我是哥哥 我是男孩子 我一定要比他厉害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天旋大陆 真人秀节目 你们自己不想住上进 反倒是逼我上进 我真的好累好累 我有今天 都是你们逼的 今天 既然已经说破了 那我也不活了 就当是儿子不笑了 说着 他就冲去了阳台 做事就往上爬 爸妈冲过去 一把把他拉了下来 一家子摊坐在地 抱头痛哭 儿啊 你这是要了你妈的命啊 光中 你是男子汉 考不上清华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以后我们一起 想办法过就是了 爸妈 对不起 我错了 我轻轻关上门 把这出闹剧 关在了身后 我知道 我爸也重生了 从我爸的反应推测 他知道李光中 没考上清华 也知道 我是被西瓜刀所杀的 但一口都没提赌博 和网贷的事情 看来是在我死后不久 才重生的 只是重生后 对这个儿子 他会打会骂 但依然会 站在李光中那一边 在我飞回北京后 我爸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之前是爸爸对不起你 当时爸爸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 不能再失去一个儿子了 李晴既然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们就一起修正这个错误 好不好 这次 我们一家人好过日子成不成 我几乎抑制不住的冷笑了起来 就他李光中的前途重要 我李晴的命不重要是吧 我亲爱的爸爸呀 你知道你走了以后 我流了多久的血才死的吗 你又知不知道 荒郊野岭 没有人 但是有狼哦 我一字一句地说 就因为他带个靶 所以从小到大 都是我给他让步 哪怕让的是我的命 你们还配当爸妈模 对面那人停顿了许久 然后才是带着哭腔道 对不起 晴晴 我毫不犹豫挂断了电话 很快 我家门口被泼上了红漆 血红的大字触目惊心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爸妈终于知道了 他们最爱的儿子李光中 名位在清华上学 实则都在赌博和网贷 莫多久 李光中所有的亲戚 朋友 同学 也全都知道了他伪造学历 欠下天价债务的事情 因为他们都收到了一份匿名邮件 里面有一份PDF 关于李家地某某世孙李光中 高考235分 确称考上清华的全过程 PDF详细论述了 李光中欺骗世人的来龙去脉 不仅有他伪造假证的小票 他去赌场梳红了眼的照片 还有他的网贷记录 图文并茂 论据充实 让人信服 一向力挺李光中的舅舅 感觉面上无光 一声不吭地退了亲戚群 删除了所有炫耀李光中的朋友圈 亲戚群 同学群里炸开了锅 一下子就刷屏九九家 这怎么可能 光中可是我们李家的骄傲啊 这是赤裸裸的欺骗啊 他就是这模辜负我们的信任的吗 李光中 你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更有好事者把PDF发到了网上 因为过于炸裂 一下子就登上了微博热搜 孝鼠 就二百多分 怎么敢碰瓷清华的 清华 风平被害 所以不仅假装自己考上了清华 骗光了家里人的积蓄 悬欠下了百万债务 救命 看到李光中在升学宴还分享学习办法 我就绷不住了 是分享二百三十五分的学习方法吗 当初因为清华的名头捧得有多高 如今摔得就有多惨 李光中名誉尽毁 成为了过街老鼠 彻底的社会性死亡了 但他现在还顾不上这些舆论影响 我躺在叔父的小床上 戴上耳机 打开了家里的监控 我爸 我妈 李光中 三人坐在客厅 气氛凝重 我爸手里拿着鸡毛胆子 指着李光中 喘着气问 你实话跟我讲 这钱是怎么欠的 欠了多少 说 我爸猛地抽了一下桌面 李光中整个身子跳了跳 他理直气壮地说 就是当初为了给您支付医药费的时候借的 谁知道是高利贷啊 你到现在还不肯说实话是吧 我那医药费顶多几万 什么高利贷能滚到一百万 我妈在旁边抹着眼泪 劝道 光中啊 你就老实跟你爸说了吧 从小到大 我们最宠的就是你了 你要什么 我们默给过你 为什么要干这种傻事呢 李光中 耿着脖子 不肯说话 我爸胸膛起伏得越发厉害了 他抖了抖鸡毛胆子 行 你清高 你不说 我现在 就把房子卖了搬走 以后这债 你就自己害怕 想到那群凶神恶煞的 要债人 李光中才慌了 我 被人骗着去了地下赌场 我本来手气很好的 一直都是赢的 只是后来才开始输的 我本来是打算好好赚钱 孝顺您和妈妈的呀 谁知道 谁知道 肯定是他们出老千 爸 你要帮我呀 不然 他们就要把我卖了呀 我们把房子卖了 然后找李晴 对 他是北大高材生 毕业之后 工资肯定很高的 我爸失望透顶地看着他 他摆着手 说了句什么 耳机里的声音 一下子消失了 世界一片安静 我只看到 我爸和李光中在说着什么 随后李光中不知 从哪里找出了一把西瓜刀 狠狠地捅进了我爸的胸腹 鲜血流了一地 我妈晕在了血泊之中 李光中看了看自己的手 和倒在地上的爸爸 夺门而出 我同时拨打了110和120 然后看着监控中的爸爸 费力地从裤兜里掏出了手机 点了两下 下一秒 我的手机铃声响了 我接通 爸爸说 李晴 就当爸爸还拟命了 妈妈因亲眼目睹儿子杀害丈夫 疯了 住进了精神病院 每天只会躺在床上 和路过的所有人说 我儿子考上了清华 他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而李光中 则因故意杀人罪 情节十分恶劣 被判处死刑 临行前 我去探望李光中 李光中恶狠狠地盯着我 没想到啊 不吭声的狗咬人最痛 李晴 那份PDF是你做的吧 我点头 干脆利落承认了 那你又是怎么说服爸爸 把房子留给你的 我错愕地抬眼 如果那天爸不是 说要把房子给你 再也不管我了 我也不会失手杀了他 呵 这就是所谓的好爸爸吗 说着我是全家的希望 结果连房子都不是留给我的 不 本来 我家所有的一切 都是留给你的 只是重生后的爸爸 也许因目睹我死亡 心有愧疚 加上李光中完劣不堪 才把养老的希望 放在了我身上 他知道 以我的性格 我不会不管他 那套老破小的房子 说是给我 不过是为了讨好我 也许还有想刺激李光中 上进一把的意思 谁知道一次级就送了命 李光中还在咒骂着什么 我转头走向了出口 也走向了我光明的未来 又是一年高考季 我接到了表弟的电话 他高兴地告诉我 他考上北大光华了 要来做我的学弟了 我笑着说 北大欢迎你 两年后 我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 从北大光华毕业 看着披着坟领的院长 为我拨碎 想到我邮箱里 年薪七十万的offer 我真心实意地笑了 我曾困于生活的泥沼 即使曾折翼 终是飞向了 属于自己的天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